欢迎收听中华湖海财经网站的中午分析 看到今天的恒生指数 目前来说是在28,100点左右的水平 因为市场正在观望中美贸易谈判 在这个星期的进展 最新的消息来说 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也不排除3月中旬左右 有机会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消息令到大市仍然有一个憧憬的气氛 但始终恒指累积升幅不少 再加上接近250天线28,300点左右的水平 就看到一个好像没什么力量 大市就变成了横行 形成一种炒股不炒市的一种格局 恒指来说 今天先来说 上证先 上证A股方面 今天仍然反复向好 升了18点 报26,671点 恒指来说 暂时还未收市在28,150点左右的水平 是复回的 大市不移动 要看个别的股份 今天是挺醒神的 比如看 今天来说 可以看看308 有大行就抢好它 看到零零射射一棍 冲上到251元的水平 升了4% 看到已经横行了一段时间 一旦有大行就立刻冲上去 另一只重绑股 1299 留意一下 1299来说 上个星期来说 放假前有利好的消息公布 展开内地业务的城市增加 今天来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吐 跌了2% 暂时报72.9 留意一下 其实可以去到 如果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持的话 跌前72元左右的水平 就应该可以值得吸引 除了重绑两只之外 今天来说 汽车股也跑赢了大市 看到吉利 因为昨天来说 就公布了这个月度销售的数字 令到市场来说 觉得又不是那么差 去库存的方面 也都是有改善 所以来说 看到今天升了5% 连带其他一众汽车的板块 都是跟随上升的 就讲气了 讲气今天都升了4% 过去曾经跟大家分析过 讲气来说 如果穿到这几个顶部的话 其实有机会上升的 看到盘整了一段日子之后 今天来说 急升了4% 穿了9元 除了讲气之外 长气也可以提一提 长城汽车也是跟随 大市 就是其他汽车的板块 升了300% 另一方面来说 今天还有几个板块做得不错 包括医药股 昨天来说 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就说 会对一些罕见病的药物 给予税务上的支持 看到蓝筹股 石药也升了5% 另外一个 终生制药也升了4% 除了医药股的龙头之外 新能源股也有炒作 看到保利协阴 也升了8% 另外协阴新能源 也升了3% 另外太阳能源 阳光能源 更加升了7% 看到了 再一次 听众推介我们 英皇证券的闪电 交易平台 这个系统能够帮助大家 去筛选一些沽份 捕捉一些买入和沽出的讯号 以这只 刚刚按到757为例 其实在1月29日 不是很久之前 大概是一猴子左右 虽然是西加股 出现了买入讯号 如果我们跟随去买 而持货到现在 其实升幅都相当厉害 有超过六成 那么多 那么 所以来说 就是 除了靠 这个是 市场的分析 基本分析之外 其实呢 如果多个系统 帮大家去做 虎分的筛选 其实都是有一个 增加大家获利的机会 最后就提到这个板块 其实都提过很多次了 过去几天 就是中国铁塔 这类的五支股来说 今天呢 去到这个位置 是直接破了顶 1.77 这样的 这些大行 就看得很好 虽然它估值贵 但是呢 因为是5支的龙头 市值也够大 所以来说 就在 炒5支概念的 气氛之下 普遍大行 有些东西看到 是2元 所以今天看到它破顶 那么可能 如果能够站在高位收市的话 那短期来说 仍然有机会 继续再上高一点的位置 那么 另外来说 就看了 昨天也涨了很多的 这个 这个经讯通讯 目前来说 就是轻微回吐 要再看一看 那么 总括来说 看到行使来说 整体的大市 就不太移动 资金就继续炒股 不炒股 但是市场 都提一提 留意 去看回 因为始终都是去到250天 这个大位 所以来说 会不会去到这个位置 就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讨呢 还是要等到这个中美贸易 那个 就是进一步的消息 才会出现 那么 风险方面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除了中美贸易的 谈判的进展之外 也是要留意 就是这个 英国那个 最新的 脱钩 那个 那个情况 还有呢 就是 就是 全美国政府那方面 有机会再一次 就是 这个 暂停 这个 是 政府的部门 有机会再一次暂停 那所以呢 也都是有一些 就是隐忧在那 所以呢 就暂时来说 都是维持炒股不炒股 那个 格局 那 今天那个分析 就暂时到这里 好 es 对 好像 我也没了 我们 sé解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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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